1月30日消息 14岁跳水奥运冠军全红蝉 在东京奥运会上三跳满分 创纪录第466分夺冠 而在夺冠之后参加发布会时 还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红姐到处找手机 急得不行 在全红蝉8月5日 夺得女子担任10米跳台冠军后第二天 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全红蝉和获得银台的队友陈玉希 一起参加 在发布会结束之后 全红蝉和陈玉希 走出了新闻发布会现场 准备返回奥运村 这时候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全红蝉左顾右盼似乎在找人 一脸焦急的样子 嘴里说着 魏医生呢 原来他找自己在广东队 和国家队的队一魏东明 这次全红蝉的教练 和魏一魏能随队前往 魏队一被安排贴身陪伴全红蝉 帮他处理一些个人事务 除了队一之外 还兼任了教练 保镖 助理等多重角色 紧随其后的国家队 翻译刘江平问全红蝉 干嘛 找他干嘛 一头乍毛的全红蝉一脸急切地说 手机 我要手机 看来他在参加发布会之前 把手机交给了魏队一帮忙拿着 刘江平回答他 手机啊 手机已会给你 但是发布会结束之后 他们的出口似乎和魏队一不在一起 因此全红蝉也有点着急 无奈之下 全红蝉只能先按照志愿者的引入指示 和陈玉希一起往前走 刘江平和陈玉希的教练商量着 他的手机呢 谁的手机 小红的手机 我没看到 应该是颁奖的时候 把手机放到包里去了 刘江平还检查了一下包 不在包里 那确实应该在魏队一那里了 看到全红蝉着急找手机的样子 网友们纷纷表示 魏队一真是又当爸又当妈 管吃管穿管健康 魏队一真的辛苦了 不仅要拿手机 还要接香蝉皮 拿衣服 不过那时 也是全红蝉最幸福的时候啊 真的为他感到高兴